啊 走 啊 爷爷 你的胸肌有点大 如果我不说 你可能很难看出 这居然是枪战游戏 穿越回载吧 大家好 我是莫星 葫芦娃和CF端游的联动 他真的来了 这个头盔 真的很难绷得住 那烟雾保护头盔 爷爷永久也 即将在9月19号 中秋盛点中 可以免费领取到 我定到钟领 我领还不是 不行吗 谁还不想当爷爷呢 同时里呢 还有这个CF官网公布的 蛇精烟雾弹 还有一个 玉雷神葫芦兄弟 这个枪的话 只做了一个模型出来 目前不让发布视频 大家可以等等 等他优化好了再说 还有一个就是 烟雾头盔的这个大娃 很难绷得住啊 这不可真是 小刀拉屁股 直接开开眼了 太恶搞了 爷爷还好 谁要带葫芦娃 你以为就完了吗 除了这个 葫芦娃的这个烟雾头啊 还有近战 葫芦兄弟 手雷葫芦兄弟 这个蛇精烟雾 我们先来看看 投掷物的表现情况吧 接受手雷的制裁吧 烟雾要升起来了 嗯 投掷物 蛇精是紫色的 这个烟雾弹 我觉得还是比较好了 这个烟雾弹 我觉得我愿意给满分 那近战葫芦兄弟的话 是一个挑战加强武器 蝉龟一战中 大家可以看到 我暗三也可以切换出 火娃和水娃 虽然我感觉都很难用 而且枪切枪的这个声音啊 有点大 我不太喜欢 给你们听一下 那么在刀战的使用中 墨星的这个体验感 并没有太好 因为它的攻击的范围 比较窄 而且距离也没有 特别远的那种感觉 出手也很慢 不管是轻机还是中机 它出手都感觉比较慢 但是我打了很久啊 终于是打出了一个漂亮的镜头 来给大家这个感受一下 我可能需要休息一下 牛刀小事 那么掌上葫芦娃的挑战属性如何呢 我们来看看 挑战中拿出蓄能 蓄能满了后 按三就可以喷火和喷水了 葫芦娃 哎呀 这个刻在DNA里的音乐 真的是 喷水还是喷火 这个取决于女蓄满 之前选择的是火娃还是水娃 感觉呢 它的攻击效果 其实是差不多的 虽然说伤害看起来挺可观的 但是呢 持续时间较短 也算是一个比较 嗯 不错的玩具吧 你要是想要 一拿去输出的话 也是挺困难的 三副的这个葫芦兄弟呢 除了头盔近战投注物等等 居然也有了枪闪玩偶 还会摇头卖萌 那么玩偶目前的话 也是有大娃 四娃和五娃 其实呢 就是颜色的不同 还有了葫芦娃的表情包 谁又能不爱用爷爷的表情包呢 快进到下个版本联动奥特曼 你不得不说 葫芦娃的形象 是非常的具有正义感的 即使我今天用这种角度去看 这个女角色 也没有任何奇怪的观感 有没有 我只会感觉她马上就要说 妖精还我爷爷 好了 那想要爷爷头盔的 也别错过这个CF中秋的活动了 已经是在官网中出现了 本期视频的话 也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了 我是莫星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可不可以点个赞再走啊 会暴富的 真的